各位早安,我剛剛才留意到我上次講這個題目 就是猶太人地老是什麼時候結束的上集 原來是五月初那人出的,已經隔了差不多兩個月 我現在才出了下集,不過anyway,有比沒有 因為有些題目我直接開了是沒有尾,現在起碼有尾 下集就完結了 我上集其實是跟著一篇文說的 簡單地 summarize 學者如何看 ongoing exile 這個題目 上次由70年代的oh stack 講到80年代michael nipp 講到90年代的anti-right 到2000年左右 Ivor Jones、Steven Bryan 他們對 ongoing exile的說法 他們有很多的hesitation 他們是不同意的說法 現在我就繼續數下去 我用那篇文章就是Piatrowski那篇 The Concept of Exile in Late Second Temple Judaism 如果你要找一些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你可以再看上集 因為那裡我有提到,我這裡就不重複 我直接繼續說下去 除了上集我有提過那些學者之外 除了anti-right之外 就是independently 就是separate 就是在差不多的時間 James Scott 就是在1993年 就是在1993年 就是他開始 都是說一些類似的倡議 不是一樣 他們走的那條路 其實有點不同 但是他們的目標 是非常相近的 James Scott 他是同意 ongoing exile的theesis 他也相當同意這種說法 但是他看這件事 他就是透過生命記 你可以說是眼鏡 就是犯罪被老回歸的那個pattern 他就是說 很多人在second temple judaism的時候 他也是理解自己 他還在一個被老 還未回歸的警方 而那些人怎樣理解這件事 他們就是透過生命記去理解那件事 就是他們覺得自己依然在生命記 因為生命記裡有一段 在那兩個山上說一些祝福 又有祝福 又有一些奏座 他們就是 他們的理解自己 就是中了生命記的招 他們就是落在那些奏座裡面 他們是這樣理解的 但是這個就是比較早期 1993年他已經開始說這些 去到1997年他直接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不是由他自己寫完的 這本書叫做Exile Old Testament Jewish and Christian Conceptions 那這本書的index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他在Poll Rock的多謝我 那麼這本書是一本合編的書 他是寫了主題 但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寫者 他裡面這麼多的文章 其實也挺詳細的 就像他的書名一樣 他有些文章是寫《 Old Testament》 關於秘魯這個概念在舊約裡面 或者在聖經以外的猶太人文獻裡面 以及基督徒怎麼看這些概念 所以大包圍全包 他裡面有一些我自己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可以特別提一下 他在這本書裡面 有些東西是分得相當清楚的 他說我們很闊地說猶太教 就是猶太人怎麼想 但是這樣說法其實是很闊的 像現在香港那樣 我說基督徒對於政治怎麼想 是很難這樣說的 因為至少有兩派 有些人覺得應該是分得很遠 基督徒不要說政治 就是那類的 或者有些是藍絲基督徒 有些是黃絲基督徒 有些是不合理任何東西 也分很多派 所以你就這樣說 香港基督徒對那件事怎麼想 其實已經是非常困難 基本上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他的意思是說 古代的猶太人的信仰其實都是類似 他說起碼可以分 Diaspora Judaism和Palestinian Judaism 他說在以色列地 即是回歸了的猶太人 即是他們的信仰是這樣的 又或者那些在流放之中 即是Diaspora Judaism 即是流放 即是不在那個嬰許地裏面 即是那些猶太人 即是他們的想法未必是一樣的 即是他們很可能對於很多的事物 即是他們的看法都是不同 即是你不能夠假設他們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在一個不同的歷史處境下 他們很多的想法其實很自然 其實就會不同了 甚至乎有一些的證據 即是他們看的聖經都是有些分別的 所以這些事實上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 尤其是 他裏面有特別的處理和提及的一件事 在比較早期 1993年左右 有一個人叫Van Annick 他做了一個語意學的分析 他就研究Diaspora這個字眼 即是流放或者是漂流 我記得有一個項目是漂流 即是那個農友叫女兒攤在地 給他拍照的那個古賓 他不知道漂流什麼的 那就是Diaspora 他說Diaspora這個字 其實是比秘魯的 那個狀況是比秘魯的 根據Van Annick說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說秘魯的話 你在說一個狀況 就是有些人 雖然他們離開了英雄地 但是他們是一群人一起離開英雄地 他不是在英雄地 但是在英雄地以外的地方 他們還是連結在一起 即是有一群人 還算是一個coherence 而這群人他們是寄望 可以終有一天 回到英雄地 這個就是秘魯 Exile 但是如果你用到那個字眼 Diaspora的話 那就嚴重一點了 因為那群人是散距 是流放 是漂流 是已經離開了英雄地 但是不明確他們是 有一個意識是想 回到英雄地 回到家鄉 所以是一個不同的狀況 根據Van Annick說 但是James Scott 他在這本書中指出 他說這個語意學分析 不是說廢 但是又未必是適合 是吧 他覺得你不可以 做一些那麼 那麼籠統的結論 他說那個字眼上 不是說百分百 有提的字就是這樣的狀況 Exile就是這樣的狀況 Diaspora就是這樣的狀況 事實上是一個 混合結果 不能夠像Van Annick說到 那麼 說到那麼死 他就指出一些證據 他說至少 有一些Diaspora 在漂流中的 猶太人 他們事實上也是渴望 終有一天 這個秘魯的狀況 是可以完結 而是未完結的 他展望將來可以完結 一個這樣的狀況 去到2000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Downing 這本 他對於這一切的 主張ongoing Exile 主張ongoing Exile的 說法 他全部都是不同意的 這是一個 反對的意見 這是Jerald Downing的意見 他不同意Anti-Wright 也不同意James Scott 他的意思就是 他其中一件 很反對這些說法的原因 就是這些說法很多時候是基於一些 在公元前 第二世紀的一些 猶太人的註術 就是聖經以外的文獻 他說 你看那些文獻 然後得出這個 就是有一個 那個秘魯還未完 雖然現在已經 回到英許地 就是巴比倫 波斯 經過那些年代 回到英許地 但是那個Exile的狀況 是未完的 你說 你看 那些 公元前 第二世紀的 猶太人民獻 你得出這樣的結論 但是 他的意思就是 他細心看 那些學者 他究竟是怎樣得出這些結論呢 他說很多時候 他們根本上就是 一個argument of silence 他們不是 指出 那些文獻說了什麼 所以他們得出這個結論 他們是說 那些文獻 是沒有說什麼 然後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 你明白那個分別嗎 因為他不是說 那些文獻裏面有說什麼 那就是一個positive的證據 他講了什麼 然後 我知道了一些東西 他說的狀況不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的狀況是 那些文獻 沒有說到什麼 然後那些學者就覺得很囂張 為什麼沒有說呢 他沒有說會不會就是因為什麼什麼 這個就是argument of silence argument of silence 就是會弱很多的 是會弱很多的 就是那一種的 evidence 因為其實我上集 因為我有舉一些的例子 所以我不在這裡重複了 我假設你會回去聽 例如 有一些的文獻 他講以色列的歷史 然後他講他秘魯 然後講到將來 上帝會怎樣報復人 然後 那些學者就會覺得 他講了以色列秘魯 然後他講到末世 講到將來 但是為什麼是完全沒有說 那個 回歸呢 會不會在他們的認知裡面就是 以色列秘魯了但是從來沒有回歸過 很多時候那些argument的確是這樣的 他就說 這個就是問題了 這個就是問題了 這些argument是弱的 據他講的 我覺得 都make sense的 都是 都是一個有意思的challenge 而且他也指出 很多時候 說 那個 回歸 又或者真正的回歸 真正的restoration 真正的復國 還沒有發生 依然在秘魯的狀態裡面 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 在聖經裡面很多時候 那些英許 上帝對人的英許 就是回歸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很多時候都是包括一個 有一個 神所越納的 聖殿 在一個 新的耶路撒冷裡面 很多時候 那個聖經會被重建 當然 聖經是 被重建了 那個叫 希律的聖殿 所以那段時期叫做 Second Tempo Judaism 叫Second Tempo Period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學者 會指出 那個聖殿 現在是有一個聖殿 但是那個是一個廢的聖殿 是一個流的聖殿 不算是一個真正的聖殿 聖經裡面也有提過 重建聖殿的時候 那些人看到哭 不是感動到哭 是入到哭 就是那個聖殿 當日的光輝 現在變成這樣 你知不知道 變成這樣 好像那些人 回想起 97之前的香港 現在你看回 那些警察 看到哭 就是那種這樣的情緒 不是說 哎呀 終於起聖殿 很感動 不是那種這樣的情緒 有些學者會這樣說 整體來說 很多時候都會指出 現在那個聖殿 是很入 知道嗎 完全不是聖經裡面 允許那一類的聖殿 你以為已經復了國 你以為已經回歸了 根本就不是那種這樣的光景 但是這個downing 他指出 其實又不是 那個聖殿 你看回一些證據的時候 那個聖殿 那些人又不是理解得他那麼廢 事實上 他依然 事實上 在當時的宗教裡面 那個聖殿 他依然是一個神學的中心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些流放在國外的 猶太人 他們定期是會 回到特別 有一個旅行 回到耶路撒冷 就是為了去那個聖殿 如果是一個這麼廢的聖殿 是一個沒有意思沒有意義 沒有功能的聖殿 那些人怎麼會搞那麼多東西 去那裡獻祭呢 那些人會這樣做 其實就是認可了 他的地位 你不可以說他是沒有聖殿 那些人似乎不是這樣想 另外他也有指出 有一些 有一些的文獻 特別他特別指出 就是那個巴陸義書 以及以斯拉四書 你應該是沒有看過的 因為首先巴陸 你不知道有巴陸書 天主教的人可能知道 有巴陸書 應該還有巴陸義書 以及以斯拉四書 去到四書 二書三書 anyway 很多人就說 這兩本書就是 support 看這兩本書就會得出一個結論 那些以色列人是相信 一個ongoing exile的狀況 那個秘魯是未完的 但是 同時 這兩本書裡面的一個核心 就是 因為他這兩本書是有提到 第一世紀 第二個聖殿 被毀 那種的光景 是他裡面 核心說的東西 而他裡面形容到那件事件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件 他就指出 如果這兩本書 他寫這兩本書的人 或者那個群體 他相信 即是那個 現在的聖殿 即是 second tempo的聖殿 是廢的 那個秘魯根本是未完結的 他們依然在一個秘魯的 光景裡面 那為什麼 當這個 第二聖殿 在第一世紀 被毀的時候 這兩本書又形容得那麼嚴重呢 他就說得好像 末世那樣 是吧 為什麼呢 他一方面 你又說 那些人當那個第二聖殿是廢的 沒有用的 但是另一方面 你看這些書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 當那個他們覺得很廢的聖殿被毀的時候 是一件大事 如果他很廢 又為什麼會是一件大事呢 如果他廢的話 沒有了就沒有了 本來都沒有用的 他就提出這些 這樣的疑問 我覺得都make sense 我覺得都make sense 是吧 那麼 到了2005年的時候 有一本大書 值得提 Yawn Kiefer Exile and Diaspora 他在這本書裡面 整本書就是處理Exile和Diaspora的思潮 那些人如何理解 秘魯 或者流放國外 這些概念 他說當時 對於秘魯 或者流放 其實是有很多種 不同的 attitude 他自己 看過很多的文獻之後 歸納出起碼有七樣 不同的attitude 不同的想法 而這些很多的想法 我不逐樣數 是吧 你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他 他就看到這七種不同的看法 他們有些甚至乎是contradictory 是對立的 但是他同時 他有很多時候會看到 在同一本書裡面 同一份的文獻裡面 現在不是在說不同的文獻 是在說同一個文獻裡面 這七種 不同的attitude 有時候是有多過一種的attitude 你可以在裡面看到的 不是 不是你 他的意思是說這些東西不是說你可以 我看 4th Ezra 以斯拉四書 他怎麼說 他說這樣也很困難 因為有時候 同一本書裡面 他可以 對於秘魯這件事 他可以說了一些 自相矛盾 又或者是立場完全不同的東西 他說 例如 有時候 他有一些example 特別是在死開股卷裡面 他在同一本書裡面 他會提到 那個 公元前第六世紀的回歸的確已經發生了 他有提到這件事 但是同時 他又說希望將來 那個回歸會發生 已經發生了又會再發生 但是他說 他的確在某一些文獻裡面 他看到是這麼說的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是相當之 給一般人 很多時候 神學家就是喜歡將這些東西歸納 複雜的東西簡單化 然後就說 一錘定音 那樣東西他是怎麼說的 你就有system 有個系統 對很多東西有個說法 但是他就說 有時候 如果那些證據是不容許 你 有一個答案或者結論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的 他就說在他的研究裡面 看到 的確那個情況 是複雜很多 這個 就是Keefer的說法 他這個都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 contribution 不是這個 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Michael Foller 2006年 他就有這一本 OK 他就 其實是有 有點像Keefer 他那種的approach 但是 他那條路和他的結論 都不同 但是有一點相似 他也說 當他研究那些 聖經以外的猶太人的文獻的時候 他也看到 可以歸納出有四個不同的category 首先有一些人 他似乎是expect 或者是期待 在一個 那些流放在外 當時是沒有回歸到的 流放在外的猶太人 終於有一天 可以physically 整群人 實實在在的人 會回到 他們的家鄉 這就是一個physical return OK 他 只要 因為現在事實上 回歸了 的 以色列也只不過是 一個很少部分的c牌 大部分其實是沒有回歸的 因為你說回歸是南國 以色列回歸 北國的寨口 很多的c牌好像不見了 當時 這樣 所以只要一天 不是整個 那麼多的支派的 以色列人都回到以色列 那個的回歸 也不算是一個回歸 這是第一個category 另外第二個category 就是 這個就複雜一點 這個就是 以色列 現在在那個英許地裏面 已經有很多的以色列人 在 但是以色列人也有很多種 知道嗎 有些真以色列人 真是愛神的 尊重神的 另外有一些 那些是背叛神的 那些不是真正愛主的人 知道嗎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powerful的人 就是一些不愛主的人 有些懷鬼以色列人 你怎樣是一個真正的回歸 就是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以色列人 不再被那些不信神的以色列人欺壓 是吧 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回歸 是吧 因為回歸包括 你一個信仰的道向是需要正確的 如果不然你只是回歸是沒有意義的 你是要回歸 然後好好信靠神 搞正你的信仰 但是現在就有一些以色列人 就 左頭左勢 帶人走上黃泉路 帶人走冤枉路 是吧 一定要收拾了那些人 那些人下台 然後 搞正的信仰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回歸 這個是比較深入的 這個是第二個category 第三個category 這個就是 跟第一個category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就是以前 就是北國 被人帶走了那些 叫做亞術 Exile Asserian Exile 被亞術帶走了那些 北國的支牌 要回來 英雄地 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回歸 另外還有 第四個category 就是說 其實不是說一個 實在肉體的回歸 而是說一些流放在外的 猶太人 他們那種的信仰 是要純正的 是要正確的 和 在英雄地裡生活的人 是沒有分別的 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回歸 這個就是精神上 信仰上的回歸 就是說 有四種不同的 category OK 最後 就是說了這個 Christophe Berner 他2006年這本書 那種的說法 也挺有趣的 他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處理 很多時候 提倡的那些 ongoing Exile 那些學者 他們都會 指出 在一些 聖經以外的猶太人文獻 裡面 他就 會 提到 例如 聖經裡面 說 那個秘魯的時期 就是有70年 然後 但這些文獻 他們說的時候 就會變成 例如 77年 變成 一些長一點的日子 又或者70年的時候 其實是未完 這些說法 他就說 為何會有一堆 這些文獻 會 reinterpret 又或者 將那個 時期拉長了 好像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時間空間 他就說 有一堆人 其實 他就是很純粹 將一些 舊約聖經的 應許 apply在他們 自己的身上 他們的重點 他們最關心的 就是 他們現在 實在 實在 experience 他們在經歷 一些事情 有可能是災難 或者是戰亂 或者受到 欺壓 那些 他們實在在面對 一些事情 他們的 concern 就是想 將 舊約的東西 可以apply 在他們自己身上 他們的著眼點 就是 這個 OK 所以 其實他們就不是很 care 他實在的 chronology 聖經說70年 但是如果真的70年就已經解決了這件事 不關我的事 他們不能夠 但是他們就是想那件事關他們的事 所以 不關事搞到關自己的事 為止 你不要管 總之那件事 似乎關我事 我就弄到他關我事為止 他們的 motivation 就是 這樣 所以 所以 就會出現了有一堆的文獻 你就看到 他們經常把 那些 跟秘魯 相關的 那些 英許各方面 說到跟他們自己有關 而通常他們已經是 那段時期 他們都會把自己擺到 相當接近 秘魯回歸的那段 你明白嗎 他把自己 實在在經歷的那件事 代入了聖經裡面 提及那種秘魯的狀況 在他們的認知中 未必真的 說他們在經歷同一個 即是同一樣的秘魯 但是他們可以identify 他們在經歷一個類似的經驗 然後他們就寄望 即是 聖經裡面提到的那些的 其實都可以apply 在我們身上 不就apply下去 他們的concern是這 所以 不關那個歷史的事 你不可以看這些文獻 然後就寄出一些 歷史的信證 因為他們最關心的那件事 不是歷史 他們是把歷史神學化 即是他們是theologize history 即是他們把那個歷史 好像神學那樣apply 在自己的身上 以上都提了一堆東西 說了半個小時 就差不多了 其實那篇文章 Pietrowski的那篇文章 他還提到很多 其他的學者 他有提到那些 當然是 比我說的那些 深入很多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 去找來看 但是剛才我數的那些 都是相當 相當重要的 著作 如果將來你寫 paper 或者對這個 topic 是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回我 剛才有提過 那些 學者的說法 來看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事實上是 那你就不用 只懂得 Anti-right 事實上他也不是 第一個倡議 如果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最早期 倡議這件事 最重要的聲音 應該是Michael Nipp 我覺得是 Michael Nipp 他那些文章 書 article 我覺得那些 是最重要的 那些 是入門位的 我覺得 Anyway 下次再找其他 topic 講 講 字幕提供